師叔已經為大家準備好房間 請先回房去 明天早上再與師叔交談 比我就會開始的 這會一戰了嗎 我不能再逃避下去 去和所有人說說話吧 尤其以後 就沒有機會了 然後 不要 如果沒有老師 那我先走了 我本來一直希望能 能將你當做自己的兄長 現在才知道自己錯了 因為我對你的情感 也不是兄妹之情 因為我又何必再騙自己騙自己 我知道你對我的情感 也絕不是兄妹之情 是嗎 可是我 你不是 還是不敢說 也許我只是不能說 為什麼不能 知道總是要說的 為什麼不早點說出來 因為你的彼此痛苦 有些事永遠不說出來 也許比說出來要來的好 不錯 我本來也不想說出的 可是現在已經到 非說不可能之後 永遠現在再不說 就要沒有機會說的時候了 你 比我有勇氣的多 我知道你是為了想小魚兒 我本來以為 覺得我們這樣子做 就對不起他 可是現在我明白了 這種事是勉強不得的 何況 我根本不欣他什麼 你並沒有錯 明天你就要和他做生死的決戰 我考慮了很久很久 就想要將我的心事告訴你 只要你知道我的心意 別的事就全都沒關係了 他實在是個可憐的人 他在一生中 簡直沒有享受過社好的快樂 大家都以為他是個壞人 其實他最是善良的人 我只想求你一件事 不知道你答不答應 我怎麼會不答應 我覺得他現在弄死了 實在是死然瞑目 所以我只求你莫要殺死他 無論如何也不要殺死他 你求我莫要殺他 難道你不知道我如果不殺他 就要被他殺死 你為了讓他活著 難道不行讓我死 我並不是這個意思 但你只是這樣說 你確實傷害到我了 對不起 一切的一切 就等明天來決定吧 好 好 然後這個傷害講完之後 新花我先輸音會來找物缺筆拼 嗯 花公子 你是不是來求我莫要殺死小魚兒的 哈哈哈哈 每個人都來求我莫要殺死小魚兒 為什麼沒有人去求小魚兒莫要殺我呢 難道我就該死 這恐怕因為大家都知道小魚兒 隨便殺不死你 她自己呢 她自己知不知道 她如果知道就不會讓我來了 因為我並不是來求你的 不是 不是 我是來殺你的 你憑什麼認為你能殺得了我 你若是真的要殺我 就不該說出來 你若不說出來 也許還有機會 我若說出來了 就沒有機會了嗎 你的機會只怕很少 我的機會至少比小魚兒大得多 否則我就不會來 我若和你動手 賺了一分機會都沒有 但我們是人不是野獸 野獸只知道用武力來解決一切事 人卻不必 人用什麼法子解決 人的法子至少該比野獸文雅些 這兩杯酒是我方才倒出來的 我看到了 你只要選一杯喝下去 我們的問題就解決了 為什麼 因為我已經在其中一杯毒 一杯酒下的毒 你選的中是有毒的一杯 就是你死 你選的中是沒有毒的一杯 就是我死 這法子至少很文雅 也很公平嗎 你不敢 我為什麼一定要選一杯 只是因為我要和你決一生死 這理由難道還不夠嗎 我為什麼要和你拼命 你又為什麼要和小魚兒拼命 你能和他拼命 我為什麼不能和你拼命 你是不是覺得這樣做太沒有把握 你是不是只在 明知自己能夠戰勝對方時才 才肯和別人決鬥 但你明知又有把握時在和別人決鬥 那你就不叫決鬥了 那叫謀殺 你又實在不敢 我也沒法勉強你 可是 好 無論你選的是哪杯酒 都是你自己選的 你怎麼會相信這是一場公平的決鬥 比是它大多數的決鬥都公平得多 不錯 這的確很公平 我 這一點也不公平 這杯酒 你千萬不可以喝 你怎麼也來的 我為何來不得 我非當要來 而且還要喝這杯酒 這杯酒喝不得 為何喝不得 這…這杯酒有毒 原來你知道這杯酒有毒啊 我的酒我下的毒我怎麼會不知道 你既然知道為何要他喝 這本身是一場生死的博鬥 怎有人喝這杯酒 他自己運氣不好選了這一杯 又怎麼能怪我 但我並沒有要選這杯 是嗎 我知道你沒有要選這杯 當然選那杯也是一樣 因為兩杯酒透了毒 這種花樣騙得了別人就配不得了我 但無論選哪一杯喝了都死 你根本不必選另外一杯喝 你…你除了他了 這杯毒酒 我還是應該喝下去的 你實在是個君子 我只恨自己喝什麼藥 不錯 怕是君子 無趣不是君子 所以我才知道你的花樣 你怎麼能如此熟糖 他已經在那杯酒喝下去了 那自然也可以喝下去 因為毒是他嚇得 他早也服下解藥 這麼簡單的花樣難得不明白嗎 你實在是個聰明人 實在太聰明了 但無論如何 我總是為了你 你實在不該如此對我 你還想我對你怎麼樣啊 你以為害死了花無缺 我就會感激你嗎 我自然知道你不會感激我 因為你們都是英雄 英雄是不願暗算別人的 英雄要殺人就得自己殺 我只問你 就算我是在用技害人 跟你們又有什麼不同 當然不同 我們至少比你光明正大些 光明正大 你們明知對方不是你的對手 還要跟他決鬥 這難道就很公平嗎 很光明正大嗎 難道只有用刀 用槍殺人 才算公平 才算光明正大 你們為什麼不學狗一樣 去用嘴咬呢 那起非更光明正大得多 更何況 我殺人至少還有目的 我是為了你 我是為了你 一個女人 為了自己所愛的人 無論做什麼都不丟臉 而你們呢 你們馬上就要拼命了 不是你殺死他 就是他殺死你 你們又是為了誰 為了什麼 你們只不過是在狗咬狗 而且是兩條瘋狗 我是個陰險狠毒的女人 你是個大英雄 從此以後 我再也不想高拍你了 你們誰死誰活 也跟我完全無關 你為何要那樣對他 他為了我找人拼命 我就幫他狗血淋頭 但我並不是為了你 而是為了我自己 為了你自己 不錯 為了我自己 忘了這一切吧 明天見 欸 何路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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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這裡 公子 我對你有信心 這樣保持追究狀況 一定可以打慢那張小月的 如果只是打慢他就好 卻非要殺他不可 那你請公子和向心來吧 如果這件事呢 靠狠一下心來解決 我會這麼做的 我該怎麼樣 我一定會在公子這邊的 謝謝你何路 好 怎麼我已經打財 一點活力也沒有 虧我是天下第一聰明的 可以想著方法 詭計都用過 還找不到半點頭緒 哪裡人不失望 別這樣 我們是有機會的 難不準你有什麼方法 可以知道秘密 現在還不確定 也就要看明天吧 我 還不是很清楚 蘇姑娘 我並不想和江小魚決鬥 我知道 但這件事還是不夠 不是嗎 你還沒有 那兩天不理我 師父還有什麼吩咐 沒有了 你去吧 明天你戰 五戰你絕不會令我失望 是 沒有 你 唉 那弟弟告訴了 無缺 這惡毒的計劃 可說這全部是我安排的 小月和你悲慎的命運 將我說一句話就可以完全改觀 而我已經不能 也不敢將這句話 告訴你 師傅 我在苗江時遇到一個江別賀了人 和那江大小江別賀的讀音相同 和我說一些故事 蛤 蛤 他說他老是被別人誤會 是真的江南大俠 得益過好一陣子 而最近江南大俠被揭發 其實只是五人霸裂 他又因為同名吃了不少粿 他才了解到 真假的吊包只瞞著一食 還不瞭永遠的 無缺 你知道的嗎 師傅不要把我的話放到心上 我只是瞎說 沒有別的意思 無缺告退了 他剛才在說什麼 沒什麼大姐 誒 一切都準備好了嗎 早就準備好了 那就開始了 小月兒 你還加油啊 否則你做鬼我也不會老你的 公子 你一定要獲勝啊 心脾氣和 保持最佳狀況 沒有用的 隨你們的便吧 我剛好小月兒六神勝算 我剛好小月兒六神勝算 兩個孩子 難得隱形的武林奇才 哪個贏得好 贏得要求你了 看來花骨缺的內外功 假扎實些啊 至極力敵 不知誰勝誰負 兩個人都死光最好 也講比賀眼鏡還在 各位請聽 本人宣布 決鬥開始 我只能讓這兩個人死 無界從小被我們帶大 小魚兒那般叫人 又愛又恨 我為什麼要他們死 住手 我 你想怎麼樣 大姐 二十年前的事 已過去了很久 江峰他雖然對不起你 可是他們如今 連屍骨都化為飛灰 大姐 你何必再恨他 你難道想老了他們 你難道想要再遲遲 說出他們的秘密 我只是想 從你七歲的時候 就喜歡跟我搗蛋 無論我喜歡什麼 頂端跟我爭一爭 無論我想做什麼 你都在想法子破壞 你瘋了 你想幹什麼 你莫忘了 我畢竟是你的妹妹啊 我並沒有瘋 只不過我等了二十年 等到今天 我絕不會再任何人來破壞他 你也不能 這一仗也快結束 江峰和月農 那是他們雙生子 正在自相殘殺 一定會化為其日 為何要做出那種事情的 不 不要 不要打了 你們是兄弟啊 欸我被打得那麼痛喔 哈哈 蛤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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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年前是這樣 十八年後又是這樣 蛙骨圈 回去給我決鬥 不管你贏了 我輸了 我都會把這賤人還給你 快回去決鬥 還有一件事我要製造的 說 江小雲是我的什麼人 她是什麼人 她是你的敵人 殺了她 師父 你再說謊 我姓江 和小月兒是同胞兄弟 對不對 對 這賤人 這賤人什麼都跟你說了 不是她 你忘了一件事 雖然當年這個秘密 只有你們兩個姐妹知道 但是 還有一個在場的人 那個人 雖然不知道你們的計謀 但是地上的一對雙胞胎 雙胞胎卻被她喬著了 事後 看到你強逼我和小月兒決鬥 豈不是全明白了 如果你想找江別赫算賬 她就是躲在人群中 穿著綠衣服的那一個 一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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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一磅 可 一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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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磅的喜悅完全寫在臉上 但是她 並沒有回答 桃花依舊在追尋一個完美的好男人 湘海村永遠都有厭遇 除了九妹被黑之豬救手以外 都沒能過癢餒肚裡好關怎麼辦 小聲點 照大家故意放水 找個人來創通一下吧 湘海在最後木朗太太安排下 約一個504家地址成龜 天天給對方吸收 探過中土人文的風情後 她又覺得人生感到希望 我也是啊 只恨當年三星惡意 現在多少感到孤土伶仃啊 那可要我湊得住 年紀差不多嘛 後來東海三仙返回中土 就連無名島都不再回去了 聽說呢 夜南天就在附近 這個地方有點帶快走 去向小魚兒求行怎麼樣 越南天不會放過我的 非走不可 眾望人的毅力不同 最後終於自相殘殺 進入的死絕死盡 今天是有公主的喜宴 大家去狂歡吧 太好了 從此移化宮開放的古境 變成一個受歡迎的江湖門派 變成一個受歡迎的江湖門派 需要嗎 上好的名要喔 我們需要嗎 嘿嘿 有你就夠了 當然這個世界上還有一些 永遠會改變的人們 好一堆桌布 好好缺連心結局 就是這樣啊 好我們玩一下其他結局齁 我們再玩一個結局 就今天就關台 好一堆桌布齁 阿蘇英趕快結喔 喜歡很快結喔 好這邊 兩位師傅 無趣和江小魚究竟有什麼關係 絕對戰過後 我自然會告訴你 兩位師傅是不願意和我說 但我卻早也知道 江小以後我是兄弟 我一起是孪生之度隊 你 你知道了 你在裝什麼算 這件事除了我 就只有你知道 我竟然沒有和他說 當然就是你說的 不是他 那是誰 你說得出來嗎 十八年前 還有一個出賣我父母的人 你們忘了嗎 你們忘了嗎 是了 我竟然忘了他在場 他應該想得出來的 這麼說來 這次卻是真的 兩位師傅 你們殺我父母 但又將我父母長長大的恩仇 就是一筆勾銷 我卻從此和你們 再無干涉 再見了 你說我走就走嗎 我白手餓死你的苦 哪裡就能就此罷手 我不能讓你和江小魚香腸餓死 至少要親手殺死你 師傅既如此無情 那也莫怪無缺了 好 好像 好像有點痛 他先打哪一隻 打哪一隻啊 先打 搖月吧 好 因為連心只會幫自己補血 所以先打搖月沒錯 連心不會幫搖月補血的 就跟我一樣窗一樣窗嗎 好 用仙劍飛來去 然後 還沒死啊 還沒 太難打了吧 唉唷 變痛了變痛了 現在沒有能想賺九天這一招 現在沒有能想賺九天這一招 好 其實選擇四屍啊 其實是最麻煩的 因為最難打 一打二 對 唉唷 形容師 以 burst 啊他血帶有多少啊 那我是不是該換個裝備 啊 少陽伏姐是內力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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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血應該破萬了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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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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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倒死一隻 但還有另外一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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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倒快二十分鐘了 啊 啊 啊 她還跑活補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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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兩個地支方鏡,這樣打會比較快一點 一件事 威氣快一點 喔!有機會了有機會了 旁那A,旁那A 我第一次打到這種boss 可以了,靠速度應該打得贏 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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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被摔弱了 被摔弱了 順便回復 啊!被摔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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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叫我弟弟 贏了贏了 好啦就这样 我恨 我恨天下所有的男人 我恨天下所有的人 是江峰吗 不 我是吴缺 峰哥 是你来接我了吗 峰哥 我就来见你 花月如和姐姐 再也不能把你抢走了 父亲 母亲 我听你们报仇了 你们可以安息了 花月如和江小月论的兄弟 两人的决斗约定 自然也免了 这位兄弟18年前 因上一代的冤仇而分离 现在却因为拼生时而相聚 世事难料由此 可庆一番 花月如却替父母报仇 事事一事 在500 引起两种接养不同的看法 有人认为一律为师 终身为父 为生父母而杀养父母 岂不是矫枉过正 也有人认为花无缺 竟然地发现 姚月年薪的秘密 终于能替父母报仇 实在该为他鼓掌叫好才是 绝大双交汇聚 姚月年薪辅助 从此后来传送这对兄弟 奇特的遭遇 这边就单纯描述这个剧情 所以这个其实不算是 比较好的结局啊 我只是说有这个结局给大家看而已 但是我也是描述而已 这个其实不是很好的结局啊 对我而已 其他人都没有交代 老师我觉得这首音乐蛮好听的 在小秘密的时候 江小鱼遇到小秘密的时候 好 我们姚月年薪的四次结局 就是这样子啊